在各短视频平台 高颜值身材好的美女博主 能博得不少关注 但是如果视频中的美女说 她能够提供一些所谓的特殊服务 您就要小心了 近日呢 山东青岛郊州警方 就破获了一起 以美女为诱饵的网络诈骗案件 前段时间 山东郊州市公安局三里河派出所 接到95号男青年小王的报警 称自己晚上在刷视频时 被骗了6万元 小王被短视频中的 美女暴露图像 吸引了眼球 随机点进去 在视频中发现 下方备注的微信号 当中有一个下载APP的链接 其实想进一步观看美女的话 必须加入微信 并下载APP 在聊天中 对方表示可以提供特殊服务 小王想也没想 就直接下载了APP 并填写了对方提供的邀请码 对方表示 要想得到特殊服务 必须通过APP 完成刷单任务 在对方诱导下进行刷单 前两笔小王顺利完成 并得到了奖励佣金 随机放松了窘气 在进行第三笔 6万元的刷单任务后 提前失败 小王这才发现被骗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通过APP追踪到 推广APP的三个犯罪团伙 发现这些犯罪团伙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嫌疑人分布在江西平乡 江苏宿迁 广东等八个省市 受害人也分布在全国各地 专案组民警在九天的时间里 兵分三路 形成两万公里 进行侦查取证 我们专案组成员到达江西之后 发现主犯的闲人 窝藏的地区 是处于一个小区之内 他们租住的是一个一栋豪宅 分上下两层复式 左右的出入口 仅在这个下层的一个房间之内 一楼不用于这个作案 主要现场分布在二楼 广东的团伙主要负责洗钱 江西的团伙主要负责 某平台视频的包装推广 江苏的两个团伙主要负责 平台号的收集计算工作 多地同时收网 依据抓获犯罪行人10名 打掉多点五处 收缴了多万电脑是10台 手机82部扣押 实验资金120万元 经调查被打掉的 三个网络诈骗团伙 利用当下流行的 短视频软件为媒介 通过聊天软件 从境外接受任务 一天的涉案金额 高达8万余元 自4月份以来 已非法获利500余万元 目前10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山东郊州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有继续写都是